你好 进屋 我给你介绍一下 黄金楼 黄金楼 你好 坐床上好吗 没问题 粥快吧 不要快 不好吧 坐床上直接坐床上不好吧 我您新扶床 没事 别别别 别别别 到点粥 别别 看人肯定行 看人家都不好 我见你个女孩 刷刷没有 出那个结婚了 女儿 没有 多年 22 还没结婚呢 22 上学呢 挺好 在吉林呢 大脸 就一个姑娘 那你是离异的还是 去上午 你也上午 挺好 几年了 十 十年 五岁到现在 我女儿五岁 孩子五岁 那你这么长时间没找吗 找过一看不行 就不赶紧就撤回来了 明白了 我明白了 明白了 这么长时间 那 那咋的呢 就这么一个都不行 这么长时间了 一看就不找 就完了 你还没明白 你为了抚养孩子 主要是 刚一坐下 俩人便你一言我一语的 互相了解了彼此的基本情况 对于黄大哥的第一印象 徐姐很满意 也就想着再多了解了解对方 但接下来黄大哥的话 却让徐姐有些望而却步了 你有证什么路吗 没有了 早就下来了 老早就下来了 那什么老保 啥有啊 明天就退休了 自己交的 原来单位给交的 后来我呢 慢慢的单位也下来了 都没有了 啥的 我自己交的 交的 明天就退休了 明天二月份就退休了 为了铁路上班 有 就是红绿灯 就是你们来过坐火车 看那红绿灯都给我们单位管的 就管那种行业 但是我在后勤了 我就马上退休了 过年六月份退休了 我也不用上那个一线工作 你一看你们相同咱们 你不用合计 我工作不行 长相各方面都不行 不用合计 你那工作那么好 条件那么好 能看上我 我还是一个保际 徐姐觉得自己的条件 跟黄大哥差太多 人家肯定相不忠自己 那事情真的会像徐姐预料的这样吗 广告之后 咱接着看